把它放进去 要提前放啊 因为味增酱它的浓度很高 要多煮一会儿 它的香气才能挥发出来 好了 就是这样子 你确定味增酱已经化开了 其他的东西都不要着急加 我们拿个锅盖 把它盖上 中小火 这样子焖一焖 这个时间控制在15-20分钟都可以 如果家里面有砂锅 你直接炒制完了之后 放进砂锅里面去饱20分钟 也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想试试的话 今天看完就可以动手了 那我们稍微等一下 待会儿回来聊 欢迎回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美味呢 是老豆腐味增汤 味增汤在家里面做 那可划算多了 你想想看 我们在日料里面随便点点吧 味增汤也要几十块吧 要二十几块钱 就这么一小壶 我在家里面你看 我可以倒上一大锅是不是 然后放进去几勺 浓度自己调 多好呀 自己吃的也很舒心 当然环境不一样 吃的我有时候吃饭 吃的是感觉 那在家里面吃饭的感觉 就是味道要好 要营养健康 是不是 好 我们现在经过这个 二十分钟的煮制 要是中小火 然后我们先开始给它调味道了 味增酱本身是有一定的咸度的 所以在加盐的时候 你要格外小心 可以先尝一下这个汤头的味道 如果你觉得有点淡 就再烧加一点盐吧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加一点点的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放入鲜香不口干的 太太乐鸡精 也是撒入一小勺 这味道就很鲜了 关火之前呢 淋入一些香麻油 好 我们调好味了之后呢 最后再把金针菇放进去 金针菇我们是作为点缀了 不要放太多 一点点就可以 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料放了很多 浇一点热汤上去 为什么最后放呢 金针菇是很容易熟的 因为炖的太久了 它的样子又不够漂亮 就最后放就对了 虽然是一道全素的汤 可是闻起来非常的香 加了味噌酱 汤底看起来也很有质感 好 最后我们再撒上一点点的香葱 喝的时候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味噌汤其实做法非常简单 如果不是说加了味噌酱 你会觉得 你不就煮了一道素汤吗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认识一个调料 可以让你家的味道变换一下 然后在家里面试试吧 这会儿带着大家去看一看 今天是来运转和大家分享的美味 究竟是怎样做的 老豆腐味增汤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老豆腐 海带结 香菇 金针菇 和竹酸 调料是 盐 鸡精 和味增酱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制作方法 将豆腐切成块 竹酸 香菇 金针菇洗净去根备用 热锅冷油 滑入豆腐煎成金黄色 加入适量的清水 随后依次倒入海带结 香菇 竹酸 调入微增酱后 加盖炖上20分钟 最后调入盐 鸡精 加入金针菇 煮上一分钟 即可起锅食用了 老豆腐是利用大豆蛋白 制成的营养食品 人体对它的吸收率 可达92%到98% 此外 它还含有多种人体 必须的氨基酸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防止血管阴化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时拉运转新浪微博 煮微增汤的时候 里面有几种原料 是不可或缺的 比如说豆腐 还有就是海带 还有就是菌菇类的 其他的你自己 可以任意的调配 煮出来都很好喝的 这个几个 好像是标配一样的 从现在开始起 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 前15名观众 将会获得由金龙鱼 提供的3A加营养 金龙鱼深海油 调和油一瓶 节目最后 我们要特别感谢 大正有机整体厨房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样要感谢 金龙鱼深海油 调和油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也要感谢 太太乐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祝大家好胃口 拜拜 自己在家动手做烧卖 原来是如此简单操作 不可错过 明天的美食达人 90后小路子的好推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